你這邊呢 你這邊有一塊塊嗎 還好 沒有 我可以看一下嗎 不要啦 就是那種Washboard啊 你可以看我的勾嗎 對 勾可以看嗎 為什麼可以看勾比較那個耶 因為勾漏過 對 那個這個要留在演唱會 對 我先檢查看 這樣看就 勾就好了 勾就好了 勾要從這邊 這樣看不到啊 勾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男生有勾是也要練的對不對 就是把這些練打的是不是 我就 這樣看得出來 有 真的耶 勾有漏過了耶 不然我就用胸部打招呼 你可以放在我的胸部 然後我用胸部給你打招呼好了 這種事你也會做 我會講 這種在猛男秀裡面看得到的事情 用胸部打招呼 害我差點 用胸部打招呼 這樣子 然後 你可以放著 因為現在白色你可能看不出來 好 但是你可以 蔡英文你看他 是他叫我去放著的 我沒有喔 蔡英文 好 你可以放這個地方 然後 你放這個地方 然後我帶 放哪邊 就這裡 這邊…好 這邊比較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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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女生一樣有分大小的耶 真的喔 對啊 對啊 其實你要 為什麼 可以包住這樣子的 對啊 這樣子是我們平常買內衣阿姨才有在做這種事耶 不會啦 好啦 真的耶 你的胸部可能比有些女生都還要大耶 不要穿起來 對 不要穿這樣子比較好看 真的 不要啦 要穿起來是不是 真的嗎 你們覺得他穿這些外套有比他脫掉好看嗎 我建議他還是不要穿這樣 對 對 要多掉到整個人 因為你知道嗎 楊宗偉 我覺得你很棒喔 就是你皮膚很好 真的嗎 對 我覺得戀肌又有男生 如果皮膚又好的話 整個人看起來就是 謝謝 有性感的感覺 所以你本身對愛漂亮這件事情 已經研究出一個結果來了嗎 現在是一定要畫眉毛還是說 現在可能 我私底下 想起來才會畫 真的嗎 沒有想起來就真的不好 可是你那麼愛漂亮 那你現在如果私底下出選人家還是會認識你啊 每次講到這個就要跟Roger老師說真的不好 是因為我私底下 沒有那麼多好看的衣服可以穿 真的嗎 真的嗎 不會 我覺得那時候比賽的衣服都很好看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百人出選 全部的人只有我會給你穿短褲 跟 跟 柏肯脫 脫鞋這樣 我自己本身是覺得那樣子不會很難看耶 對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一直質疑我耶 我自己要真的這樣穿嗎 對啊 而且柏肯脫一雙也不便宜 不是 都不懂對不對 對啊 明明就是很有型的說 奇怪 我不是穿拖鞋 對啊 而且我的夾腳拖鞋也是拉扣的 是不是 對 我跟妳講 我覺得男生最好看就是穿 你這樣練好好身體對不對 乾乾淨淨的 然後隨便一個T恤 然後短褲跟夾腳拖 多性感 楊宗偉 對 我跟妳講你油皮不會是嗎 你不要講那麼小聲 你油皮我覺得這樣好看 真的 謝謝 真的 我跟妳講 就這樣 不要害怕 妳唱不要害怕給我聽 不要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對 我們現在講到怎麼叫點歌 我今天都忘記要你唱歌了 好氣喔 真的喔 對 下次啦 我再約排名我一起出來唱歌 好啊 怎麼這麼好約啊 真的嗎 你覺得她OK嗎 你覺得她OK的話 我是覺得很好險 她適合找到一個 跟她一樣年紀 可愛青春的孩子 可是她不喜歡 她不喜歡年輕的 那你喜歡怎樣的 你在幫她找那你呢 我都OK 我沒有太限定什麼 對啊 真的嗎 好吧 那聽 了解的人覺得你適合的對象是什麼 OK 其實我之前有問過她 就是 因為我 我就覺得她唱情歌就是 非常非常好聽 我說 哇 那你到底喜歡怎樣的女生呢 其實她就是比較喜歡 她只有 她只有回答一個答案 她說她喜歡就是 愛自己的女生 她就覺得 其實一個女生 她必須要愛自己 然後尊重自己的生命 她就覺得 這個女生就一定是很善良的 其實 中文就是像妳剛才學了講的 她要 這個女生很熱愛自己的生命 那麼她就會 也會 愛別人 尊重別人 那就比較適合跟中文在一起 這一長相嘛 搭配 楊東偉就可以了 搭配楊東偉是什麼型的 就是 好啦 你們自己看 路爸爸 她好可愛耶 她爸爸超可愛的 反正她們家就是一個很喜樂的家 她媽媽 對 表姐 表哥 表弟都是 怎麼這麼好玩 路爸爸 你說長得要跟她一樣型的 是不是 楊東偉你喜歡 怎麼樣的 你自己講 對 這樣很玄耶 其實他們所說 其實小美非常了解我 因為 我覺得一個女生她愛自己 對 我覺得在 我們常常會在談愛情的過程當中 就是忘記自己 沒錯 很多時候你太在乎對方 或者 不是說你就不愛對方 就是愛自己 不是那 我的意思是說 當 可能一段戀情 結束過後 或者是 已經有一些 裂痕的時候 你可以為自己多想一些 你可以多愛你自己一些 對 對 你聽說 對 對 聽說我有一個朋友 對 我覺得 好可愛喔 好像是 她女朋友就是會比較 對 愛她 還是愛你 不是 就是 太 太不為自己著想 對 有些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自己經營好 對 其實對方也不會那麼喜歡 我懂你的意思 對 對 我得想好 對 我想那個 我也是 真的嗎 懂你朋友那個意思 但是有時候在感情裡面 真的人很容易去 忘記這一塊 真的非常難 真的 真的 所以 但你現在有對象嗎 先去唱歌再說 我跟妳分享一下 沒有 就OK了 所以現在我們都好期待 因為五月份 我現在常在電視上看到你的那個 廣告演唱會 謝謝 五月 十七號 十七號就要在巨蛋了 很多人都要期待你演唱會的表演 你的好朋友 小美 鹿爸爸 他們也有想說 看要表演什麼 也有在幫你想 我想耳朵聽出有這件事情 他一定辦得到 就是 那肢體動作快歌部分 如果能夠加強的話 那應該會是一個很好看的演唱會 如果來設計一段那種 穿什麼泳裝的 然後蠻勁爆的演出 這也還不錯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 就是體育健將的身材嘛對不對 說不定可以有一段是跟 體育的部分結合 我會叫他 叫他 跳3D舞啦 跳 跳原住民舞蹈 我當然希望他能夠跳舞 因為他平常 就我跟他在家裡的時候 就他跳舞實在是非常的好笑 他每次都覺得自己是 他就說他要走那種嘻哈路線 我每次就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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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就非常非常的醜陋 所以我希望 就能夠在他演唱會上 看到他 真正嘻哈路線的楊宗偉 可以嗎 我 我 我現在還沒有 你自己的想法 就是 稍微透一下 我會找小美跟他爸爸做一個 做一個表演 對 對 那因為 我這一次的演唱會 有很多的橋段 很多部分 那有一個部分是 我想要送給 對 在 曾經在我生命當中 很重要的朋友 對 我想選歌送給他們 那這些歌都是 你們一聽就知道我要送給誰的歌曲 對 所以如果你們來我的演唱會的話 就可以聽得到 對 很期待 謝謝 所以我剛剛也有在幫你投降 就是 乾脆就在演唱會中間 放一個游泳 這我想過